你看綠燈騎士往前騎 但就在這瞬間 有旅車違規闖越浩志燈 知行騎士趕緊煞車 後方熱血騎士加速回轉 勸告駕駛 你差點撞到前面那一機車你知道嗎 知道啊 你還撞 駕駛對於闖越浩志看似毫不介意 雙風火氣這下更大了 不是啊 你撞紅燈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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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撞死的你知道嗎 奧勇撞到了嗎 你也唯一唯雙方各職一詞 還喊說要玻璃市大人 親自在深夜逃一趟 好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報警報警 床燈遇到也不是說第一次 我也不是說這是第一次上去跟人家講 但是你已經坐在一個 鐵包肉的交通工序裡面 你應該要更去注意 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原來雙方吵得不可開交的原因 硬要回歸這個路口處 當時號指明顯是綠燈 但秋旅車疑似為了搶快 違規轉彎現狀機車 機車駕駛人 行進有號制管制之交叉路口 紅燈阻轉之行為 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53條第一項自單舉發 警方表示雖然尚未接獲報案 但駕駛的違規行為明確 依道交法可以開罰最高5400元 看來違規駕駛這下 不只得為自己情緒負責 連違規行進也要讓荷包失截了 記者劉市長梅凱婷 桃園採訪報導